网友分享了一张图片 一辆红旗H9和一辆劳斯莱斯新华影亭一起 问谁的气场强大 换你 你怎么回答 如果客气一下 红旗H9的气场挺强大 如果不瞒那些克里克套的话 单纯论气场这一块 还是华影强大 因为这两款车压根就不是一个级别 人外有人 车外有车 大家是不是把红旗H9捕得太高了 气场和颜值有关 也和尺寸有关 最重要的是尺寸 尺寸大于颜值 这就好比身高一样 先不说颜值 就气场这一块 个头大就是优势 人高马大 有派头 指的往往就是身高 个子高又壮实 就是气势 再厉害的壁虎 也打不过鳄鱼 红旗H9和劳斯莱斯古斯特 平在一起还不是很明显 和幻影平一起太明显了 红旗H9总长不到5.2米 宽1.9米 新幻影总长接近6米 宽超过2米 车高接近1.7米 就车身尺寸而言怎么比 不管是价格还是个头 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比不是不可以 但是要有度不能太膨胀 起初红旗H9和同级车比 比完奥迪比奔驰1 接着PK宝马5系 很多网友只要看到 红旗H9旁边有车 不管什么车 先比一比气场再说 平心而论 看前脸 红旗H9的确不错 甚至略胜一筹 渐渐的对比开始升级 自信心开始膨胀 开始看不起同级车了 然后开始叫板大型豪华车了 红旗H9和宝马7系对比 事实上这张图片 在国外的社交网站被疯传 就颜值这一块 不少外国网友站在了 红旗H9这一边 红旗H9虽然是C家车型 但是车身尺寸和地级好车 没什么区别 以至于大家经常拿 红旗H9和BBA旗舰PK 红旗H9是全新车系 没有任何的口碑积累 是一款地地道道的初代车型 这就好比相亲一样 初次见面 彼此对样貌满意 至于和对方的三观和不合 没人知道 相处一段时间再说 人有三观 车有三大件 人有小脾气 车有小毛病 至于最终 有没有美好前程 看缘分 时间会证明一切 不管人还是车 可以自信 但是不能自打 别见谁都比 人外有人 车外有车 何况大家要的是内外兼修 最后来个小总结 自主品牌哪家强 红旗当属王中王 红旗H9气场大 走到哪里都不怕 起初只喝同级比 之后信心见升级 不管河水停一起 自我感觉无人级 新款幻影看不惯 随后把车停旁边 幻影车身比较大 H9的气场被压下 各位来个横批吧